五教心法 自然之道与尼环佛道 老子曰 古神不死 道德经第六章 古神不死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尽 百玉经开宗使出 人生于古 古生于四大 四大生于空 空生于无 无生于自然 自然生于尼环 尼环者是不生不死法 世家蒙尼佛曰 人从何生 人从古 故而生 五谷从何而生 五谷从四大火风而生 四大火风从何而生 四大火风从空而生 空从何生 从无所有生 无所有从何而生 从自然生自然从何而生 从尼环而生 尼环从何而生 佛曰 尼环者是不生不死法 百玉经一言 尊者僧家斯那注 萧綦天竺三藏求那匹的义 文如是一时佛诸王社成 在雀风竹园 语诸大比丘 菩萨摩赫萨吉竺发布三万六千人俊 世识会中有义学泛至五百人俊 从作而起 白佛言无闻佛道红身 无能及者 故来归问 唯愿说之佛言 善在 问曰 天下唯有唯无 答曰 亦友亦无 泛至曰 如今有者 云何言无 如今无者 云何言无 答曰 生者言有 死者言无 物说或有或无 问曰 人从何生 答曰 人从古国生 问曰 五谷从何而生 答曰 五谷从四大火风而生 问曰 四大火风从何而生 答曰 四大火风从空而生 问曰 空从何生 答曰 从无所有生 问曰 无所有从何而生 答曰 从自然生 问曰 自然从何而生 答曰 从逆环而生 问曰 尼环从何而生 佛曰 鲁金问世何以而生 尼环者是不生不死法 问曰 佛尼环为 答曰 我为尼环问曰 若为尼环 云何得知尼环常 佛言 我今问如 天下众生唯苦为了 答曰 众生甚苦佛言 云何名 答曰 我见众生死时 苦痛难忍 故知死苦佛言 如今不死 以知死苦 我见十方诸佛 不生不死 故知尼环常乐 五百分之心开一解 求书无界 物须托还我 附作如故 佛言 如等善听 精畏如广说 众欲作解 一举一指修习佛道以外的学文者范智俱三意 一 指至求生于梵天的人 二 指在家的婆罗门 指一切外道的出家人 四大火风只构成色韵的四大元素 地 水 火 风 四大火风 乃为掠朔 尼环及涅槃 又名灭渡 是灭尽烦恼和杜托生死的意思 一 李狐安 徐陀还果 是生门城的四种果位之出果 百玉经开宗使出 人生于古 古生于四大 四大生于空 空生于无 无生于自然 自然生于泥环 泥环者是不生不死法 因此严格定义 空还不等于无 真正之无应无从观测 只能提正 一越物理 与有相对 进入违心 为非终点 真空如是空无 实无法解释目前科学所见 从真空所生出之种种异象 至此 无人或可体会 三千年前佛陀讲林须臣 早已在讲量子论 一 身心灵和世界之结构 及其主宰与生成机制 二 佛经林须臣最终基本粒子 真空即量子之源 三 身问信则有 不信则无之深意 四 从佛学角度观西方三大物理学之理论层次